妄想行人格者都可能认为 这一定是什么阴谋 想在我饮料下毒 他们集体想陷害我 想让我欠人情 好在下次帮他们做牛做马 妄想行人格 又称偏执行人格 是人格障碍中的其中一类 之前也提到 人格障碍有分为A型、B型、C型嘛 它就是当中的A型人格障碍 属于偏奇怪或是异常状态的类型 妄想行人格障碍 英文叫 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 简称PPT 主要的特点是敏感多疑和充满敌意 也就是说 他们会表现得特别敏感 世事都抱有怀疑 常常将生活中的一些普通事件 都理解为针对自己 举例说 周围的人聊天时发出笑声 他们就可能认为和怀疑 这笑声一定是针对自己发出来的 那群人正在说我的坏话 同样 哪怕是他人善意的行为 都可能被视为对自己的敌意或阴谋 午休时 要什么饮料吗 我请你 别人单纯开心想请客 并且也不是单单问他一人 妄想行人格者都可能认为 这一定是什么阴谋 想在我饮料下毒 他们集体想陷害我 想让我欠人情 好在下次帮他们做牛做马 等等之类的 毫无根据的敌对心理状态 根据统计 妄想行人格大约占总人口的0.5%到2.5% 在所有精神疾病患者中 则占2%到10% 而男性会比女性更常见 妄想行人格也会表现特别固执己见 当认定的事情 一般都难以再说服他们 即使有证据也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 就很像告诉他 这只是单纯的请大家喝饮料 根本没有什么阴谋 他并不会接受 还是坚持认为一定有鬼 所以往往也容易与周围的人发生争执 人际关系自然也非常紧张 甚至是他们的伴侣也不例外哦 有时还会无理由的怀疑伴侣 做出对自己不忠的行为 是无理由哦 而不是因为发现什么证据才怀疑对方的 因此也很难维持稳定的恋爱婚姻关系 妄想行人格与被害妄想 虽然有一些相同的部分 但严格的来说还是有区别的哦 被害妄想是妄想症中最常见的类型 而妄想症与妄想行人格又有所不同 妄想症主要分为五种 第一 情爱妄想症 也就是妄想别人会爱上自己 通常是妄想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啦 比如名人 歌手之类的 第二 夸大妄想症 妄想夸大自己的知识 权力 身份 或是与哪个名人有特别关系 等等 第三 妒忌妄想症 坚信另一半对自己的不忠有外遇 因而跟踪或监视另一半的各种活动 第四 身体妄想症 妄想自己身体有什么病或是缺陷等症状 最后 被害妄想症 妄想自己或自己身边的人会受到恶意攻击 监视或迫害等 妄想行人格主要指的是 一种偏离正常人的 认知情感和行为 不只是被害 也有不信任 敌意的人格心理特质 而这种特质是相对稳定和统一的 而被害妄想是一种思维观念 一种认为自己随时被他人监视 被预谋陷害的思维观念 如果以我简单来说 妄想行人格属于偏离某些正常认知 如信任 被害 敌意 并固执己见 难以改变其想法的人格特质 所以也叫偏执行人格 而被害妄想是妄想症的其中一种 它是一种长期形成的被害思维观念 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 诊断标准有七项 第一 毫无根据的怀疑别人在预谋伤害或欺骗他 第二 无理由的猜测怀于朋友或同事的忠诚和可信度 第三 不愿对任何人分享内心想法 莫名担心该信息会被恶意使用 反过来对自己造成伤害 第四 会把别人的善意举动或言语解读成有贬义或威胁性的 第五 对别人的辱骂 伤害或怠慢等长期怀恨在心 第六 察觉出其他人看不出来的对自己民生的攻击 并迅速愤怒反击和行动 第七 不断无根据的怀疑配偶或伴侣有不轨的行为 要拥有四种以上的特征 同时从成年早期开始就有对他人深度的不信任和怀疑 并且一般不与精神分裂和情绪障碍之类的精神错乱同时出现 同样的 这只是给大家初步认识 并不能直接当作诊断 最终还是要由专业人士做诊断为准确 肥不均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